而再来看到的是 这到底是不是医疗院所来侵犯病人的隐私权 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们待会看到 其实这几天传出了慈济医院 他们在麻醉过后的病人身上拍照 那拍完照之后 这照片用途到底是做什么的 其中有一名绰号叫做阿肥的护理师 他在PTT上面爆料说 这个开刀房内呢 医护人员趁着病患被麻醉的时候 还会偷拍病患的私密的照片 而且呢 他是成为一个剧名的吹哨者 直接把照片公开了 结果没有显得到 现在这名吹哨者自己先被罚办 因为公开这样的照片 已经侵犯了其他病人的隐私了 而由于呢 这个犯罪过后 其实法官是裁定10万元可以交保 但这一名护理师他筹不出钱 目前被限制主居 穿白色长袖运动外套 领口拉链拉得好低 他就是在网络上化名阿肥的 慈禁医院黄心护理师 在PTT爆料指控有其他护理人员 涉嫌偷拍病患的私密照片 没想到这篇贴文 反而让自己被检方约谈 影片是哪里来的 是你拍的吗 闭着眼睛摇摇头不发抑郁 那从哪来的呢 一样沉默不回答 漏月征讯之后 被检方依照刑法 妨害性隐私罪 预令10万元交保 但他一色连续联络了 四个小时 还是凑不足 10万元的保释金 检方改将他限制住居 同时要求配合警方调查 搜索住处 原来他23号在PTT爆料 台北慈禁医院护理师 涉嫌偷拍病人私密照 他在开刀房任职半年 希望在离开之前 能够说出这些令人作呕的事实 只是想要揭露问题 除了文字 竟然还贴出三张 一次病患被拍摄的照片 虽然打了马赛克 但po出这些私密照 恐怕已经涉嫌犯罪 二十九岁 黄心护理师 被检警传唤说明之后 公称这些照片 是在医院同事 LINE群组里面看到的 但到底是谁拍的 他交代不出来 也不愿意透露任何线索 警方不排除 当中有部分照片就是他自己拍的 目前已经到他的住处 也就是医院的宿舍 查扣 电脑 手机和平板 也将逐一分析 手机里面的对话内容 要查这些照片的源头 而在病患不省原事的时候 被拍下照片 那术前是否获得 这个病患的同意呢 目前针对这一起 吹哨者的案件 其实慈禁医院呢 是回应这些爆料当中的处置 都不是事实 那么有不愿意具名的 慈禁医院的同院护理师表示 他认为这些呢 被拿出来指控的照片 很有可能只是处置 要来证明数前数后 一个对比的照片 同时这些照片呢 应该是做病例上的使用 而过去呢 其实健保署 他们在调阅病例上 也会使用到类似的资料 台北刺激医院黄姓护理师 爆出争议 他在个人的IG上 经常分享生活点滴 但背景不只有在病房护理站 连开刀房的照片也有 不明让人质疑 他发文的内容真实性 由其他护理师透露 法文的照片 看起来像是病例 就都会在病人知情下拍摄 要进到开刀房内进行手术 大多的医院都会严格落实 层层管控 降低感染的风险 而外科的部分 为了让病患 能够看到手术前后的差异 也会进行拍照 其实开刀时 不会仅有一名医师在手术室内 而是会有医师助理 麻醉科人员 护理师等人 而拍照之前都会告知病人 经同应后才进行 但照片除了会保存在 个人的病例记录内 有时也会提供医学研究 甚至是健保署保险业者 会调阅证明患者有动过刀 开刀房被护理师发文爆料 还公开照片 现在检警要追查 学学拍照怎么流出 但医界人士透露 拍照的情况多数正常 也相当保障病人隐私 希望别让这次的事件 坏了良好的医病关系 TV月宣传李建伟 叶军新北市报道 而继续关注演艺圈的话题 黄紫焦除了MeToo风波之外 近日也涉入了一些性侵害的案件 目前都已经在进行司法的审理当中 不过外界更为关注的是 他的妻子孟耿如的状态究竟是如何 甚至有不少热心的网友 跑去孟耿如的社群在先前留言 说他应该要离开黄紫焦 不过现在这些传言传得沸沸扬扬 有人说黄紫焦早就爆出婚姻出现危机 外传他会给出一亿的安家费 但是条件是希望孟耿如三年之内不要离婚 而很多人开始细数网友开始爬文 当起了私家的侦探 他们发现孟耿如结婚之后 慢慢慢慢的作品减少淡出演艺圈 但是黄紫焦过程当中也出资 让他做品牌是相当烧钱的投资 但黄紫焦爆出了MeToo的丑闻过后 孟耿如现在也是付出拍戏扛家境 但是随之而来又碰上了近期的 性侵害相关的官司风波 似乎又陷入了沉寂 就连社群上两个人都是销声匿迹的 而我们带您看到是他的恩师张小燕 也是被他的爱徒黄紫焦给波及了 资深媒体人呢 上个礼拜才贴出跟小燕姐的对话 说自己被伤透了 头发还在 脸没了 心也碎了 而过去呢 也有演艺圈人士发现说 其实呢 黄紫焦私底下对小燕姐 可比亲妈还要来得更孝顺 小燕姐呢 拿下金钟终身成就奖的时候 黄紫焦呢 就发起了一项社群上面的串联活动 这活动就叫做 一人一张张小燕 可见两人关系相当好 所以张小燕说重话 似乎也呈现出他内心世界的撕心裂肺了 而同样呢 也在去年的 MeToo风波当中 众箭落马也被指为有不当行为的诱胜 近期传出 似乎积极希望能够付出 而这一次呢 其实他卷入MeToo事件之后 目前关系也在进行 他坦诚犯行裁定8万元交保 而有媒体爆料 他向名制作人王佩华 过去两人曾经在西里人妻上面合作过 希望跟他求救 帮他规划付出的道路 让他的事业再有起色 但是呢 其实又盛今天做出了这样的po文 来做出澄清 他说请求修正不实的报道 他说事件发生以来 希望可以替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没有心思去付出 那么已经获得佩华姐的确认 请媒体给予真实的修正 那么他同时也秀出了这张截图 是他跟王佩华制作人之间的对话 那么就当中指出 其实王佩华说 这个新闻没有采访过 他也没有曾经如此说过 所以特别来召会诱胜一声 一人又盛卷入性骚扰风波 因为在2016年非离女性友人 被一强制猥亵罪起诉 上个月再度开庭审理 法官预令8万元交保 研议工作就此停摆10个多月 当时又盛就透过经纪人回应 说尊重法官判决 一切依法处理 近代公开资讯 谢谢大家关心 但今天却被报导指出 一次前阵子有求助犀利人妻的制作人 王佩华帮忙 希望能够付出演艺圈 而稍早又生在脸书发文 并附上跟王佩华的讯息截图 强调事情发生以来 只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从来没有心思去寻求付出 并写下自我反省修正品格 扛下责任是我目前唯一该做的事 没有其他 谢谢大家 直接否认付出报导 并点名媒体修正 底下有不少网友表达支持 但也有部分民众 还是希望他跟贴文写的一样 暂时都不要出现在荧光幕前 而同时近期呢 相当火红的啦啦队 很多球迷呢 其实是冲着跟啦啦队互动 来应援球队而进场的 而近期 直蓝的福尔摩沙梦想队的 啦啦队长子子就公开po文 他发现 有一些粉丝的拍照角度 似乎有些怪怪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照片当中呢 就是姿姿所指控的 怎么都用手机网上拍摄 而且啦啦队云呢 为了展现青春跟活力 所以他们的打扮都是短裙 虽然里面有安全裤 可是这样的视角 往上看真的似乎会让女孩子觉得有点不舒服 因此姿姿说 下次让我看到这种拍摄方式 我就不会客气了 但同时呢 也有粉丝非常强硬的回击 他说入场是不能拍你们吗 角度有问题 这是啦啦队要站在那边应援 应该不是球迷的责任吧 那么姿姿也再度回击 他说不是不能这样拍 而是呢 是不是有刻意要放他 让人觉得不妥的位置 甚至指控 是不是有部分的人士 带有恶意 想要拍这些啦啦队员的私密部位 为球迷坐在一楼用手机往上拍摄 而且不止对卢卢米 对其他学妹也是这样 一楼球迷拿起手机往上拍摄 在观众席应援的啦啦队 Formosa Sexy女孩们 对讲姿姿说 这根本是恶意 因为他是这样拍 我们放大一点 他是放大私密处的部位 而我们也发现 其实之前我也曾与这个球迷互动过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觉得 不能由下面往上拍 四面八方的球迷 我们都希望可以照顾到 先是姿姿活大开轰 对方故意拍摄副队长 如如群下 不过有网友反问 入场是不能拍你们吗 角度方面有问题 就是啦啦队要站在那边应援 应该不是球迷的责任 姿姿回没有不能从下往上拍 他们都会跟下方的球迷互动 但刻意放大 让人觉得不妥的部位 不管女孩们站在哪里 穿什么样子 对方都会是这样拍摄的 甚至如如也被检讨穿着太过清凉 姿姿呼吁留点口德 理解让人不舒服的点是什么 表示还是会带来好看的服装 及演出 只是类似事件频传 这个很难防 因为恶意的人他还是就是会用这样子的视角去看 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保护好自己 什么保护就是穿两件内容 就是该做的安全措施要做 就是穿安全裤或是贴胸贴这种 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容易曝光的情况下 同行的林西安靠两招自保 说希望少一点恶意的人 梦想家球团则是报警处理 呼吁球迷理性支持 更多被偷拍的证据曝光 令许多粉丝心疼 TVBS新闻林云正周一波红亭台报道